全球遭遇的前所未有这个covid-19pandemic 马来西亚第一次做个mcl lockout 这个邮件从六十多块跌到二十五到三十个百倍热 马来西亚政治又那么不稳定 这些问题几时才可以解决 福隆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Sky树 我在福隆房地产从事这个事业超过十五年的 在这十五年里面 我们经历有所有的跟market up and down 所有的酸甜苦辣 所有的风风雨雨 我们都一一的熬过去了 所以这期间大家也是可以一起加油 十五年里面我们做了很多这个transition 不管是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y也好 我们有协助方向做这个project marketing 十年前有一个Damasara的朋友 叫他卖一个双层牌物 我有一天的时间把它卖出去了 在大概三年多四年前 有一个双层店铺 这个福隆的店主也卖了一年多 卖出去了 过后我跟我做出来 做一个study跟adelsis 我帮他这个body也是成功的 用一天的时间卖出去 双方销乐和body都很满意 大家都很开心 COVID-19之后呢 对这个project market有什么影响 其实有跟这个Malaysia 这个project investment的人都知道呢 我们是永远follow behind 这个share market 6到12个月的 当这个share market 掉到一个熊市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为未来做一个打算 这个视频其实录制起来 就跟我们Floomay 做一个prepation 做一个联系 如果你们或许我们的朋友 在这个Slanban Slanban 2 Nilai 或者Slanban 有房产的话呢 或许你们对这些地方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随时call 或许联系我 或许Whatsink我 在这个COVID-19之后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 大家坐下来再谈个天 再喝个茶 大家在这个COVID-19期间呢 一定要stay at home stay healthy stay self-free 大家加油 take care see you